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掌上下眼皮轻轻地碰出 睫毛也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会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 眼睛尾掌上眼皮轻松地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做就可以了 舒舒服服的意思就是 但是我们没有勉强的感觉 而我们感觉做下去了 可以做得久 如果我们做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出现疼痛麻痹的感觉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 甚至于如果我们想换桌子 也可以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想换桌子 现在我们先不管桌子 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我们现在先以轻松 失败为主 然后我们来扫描一遍 全身全身的肌肉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慢慢来 慢慢来 现在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我们现在只是做着休息 把身心放轻松 这样而已 我们慢慢来 我们慢慢来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分松 每头也跟着风轻松 每钱的肌肉也分轻松 那一位在无意中 那一位在无意中 有皱着眉头的话 等我们知道了 就调整一下 把它分轻松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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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 上来,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 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 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背部,我们就调得刚刚好。 刚刚好就是我们感觉轻松舒服,而能维持觉知正面。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感到轻松舒服,也让我们不容易浑沉,不容易打瞌睡。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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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假设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像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轻 我们呼吸的时候也感觉更顺畅 然后接着我们来试试看深呼吸 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 我们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土地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本来吸气吐气就让我们感觉能够放轻松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自己正在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我们的感觉 轻松的感觉 把它吸收进来 到我们的感觉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吸收到感到轻松 我们的感觉 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我们的感觉 所有的压迫感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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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身体里面 都没有剩下任何负能量 都没有剩下任何负能量了 完全都感到轻松 失败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自己感觉 好像我们正在坐在山顶那里 一个人坐着休息 所以走着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一个人坐下来 享受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我们感觉好像有微风水过来 感觉失败 感觉失败 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一切的挂爱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全部都放下来 现在我们都没有执着过去 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没有再担心未来 因为它也还没有来 因为它也还没有来 现在我们只是 是失败 失败 失败的 做着休息而已 我们把我们的心 我们把我们的心安放在 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每个人的舒服点 每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外面的某一个点 或者有的人感觉舒服点 或者有的人感觉舒服点就在身体的中央点 都可以 我们最起码感觉把心放在那里 没有勉强的感觉 或者感觉不苦不乐 这个就是舒服的基础了 我们在这里头 就死败 死败 然后我们可以去世事败 sem ára hang the sáng in co and su f u day n ali sa an assumptions 突然 Assaken samma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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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轻松舒服失败 我们所说佛佛的默念 好像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知不觉在心里面唱歌 在心里面送进那种感觉 我们所说佛佛佛的默念 samma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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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着信达借 可知 练习一下 每一段时间的高峰 这段时间是小费 很健康 准备 不归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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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庭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也愿意愿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 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发生的接停 有静静 有静静的身 口意 终生 终生行善 一点恶业 都不要制造 也愿我们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正得 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披尺佛 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发生法门导师 有龙不祖师 拥抱的每些有发生师傅 真老奶奶等等恩导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温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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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泰国的过年 通常泰国人都会回家乡 跟家人聚会 然后就有一种习俗 就是说要把水倒在长辈的手上 你们有看过吗 然后长辈就会祝福 或者如果我们曾经冒犯过长辈的话 就趁着那个时间先长辈忏悔 每一次到了波水节的时候 我们会回忆一个经验 都不自禁地笑起来了 为什么呢 比如差不多十年前 那个时候刚好要回去泰国 办签证 办台湾的洪法签证 需要回去泰国两年 那段时间也是刚好 泰国法审寺那里 有举办 八戒女端齐出家 全国十万位端齐出家 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派到东北部那里 是苏林府 苏林府 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当想到苏林府 就会联想到大象 都知道这个而已 但是不知道那里怎么样 都不知道 龙皮就问联络人说 请问腰龙皮到那个地方 那里有几位善知识 他就说那里没有善知识 没有怎么去 那里有一所寺院 有一位法师曾经来过 我们法尘世 曾经受训练过 就是当三十四比书 他可以帮忙的 他就这样跟老陆匹姐姐 老陆匹就 好吧 那 既然没有体验过这种经验 大部分的思计 都是在台湾红法 那一次就在 东北部 苏林府红法 苏林匹当坐车到 东北部那里 苏林匹就 到了苏林府的一个 可以比较发展 比较快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百货公司 交通也很方便 但是那个不是 苏林匹要去帮忙的地方 还要再过去 那当再过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旁边都是绿绿的 就是有很多兽 很多草 还有牛长得很肥 但是当到了苏林匹要去帮忙那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 牛变瘦了 看到骨头 然后绿绿的都不见了 就看到红色的土 然后路多不平 就是有 凹凹土土的 那个时候 那时候人匹心里面就有两个画面出现了 一个是在台湾 另外一个是苏林府 然后人匹就问自己说 我在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就问自己 然后当到了那所寺院的时候 因为泰国法神社是说 每一个中心 培训中心希望能够找到八十个人来报名参加 然后人匹就问那位三者是比丘 问他说 现在有几个人报名了 他就说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人报名 人匹就想 都没有人报名 那怎么办呢 也不认识谁啊 刚好那一天 他们有 那所寺院有办什么活动 就忘记了 然后人匹当他们要结束了 人匹就跟当地的笔修讲 等一下活动结束了 可以让人匹讲几句话吗 然后当他们快要结束了 他们就把麦克风拿给人匹 人匹就拿着麦克风讲 我们要举办这个八戒女短期出戒 什么时候办的 他们就好像 用那种 你从哪里来啊 那种眼神来看 龙匹 龙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是多没有人报名 因为他们都不认识龙匹 那时候龙匹就走来走去 走在寺院里面 有居士进来 就劝他们要不要参加这个活动 那个天气很热 就走来走去 就全身都是汗了 流汗 刚好有一个阿嬷 他看到龙匹走来走去 应该是很可怜 就感觉从哪里来不知道 他就来跟龙匹打招呼 龙匹你从哪里来啊 龙匹就说从法神社来的 哦 法神社来做什么 来举办八戒女短期出家 但是现在在找人的 都没有人报名 然后这位阿嬷就跟我说 要不要我帮忙啊 当然要啊 当然要 那怎么去啊 我们就坐车 有一个一个局势 他就心地善良啊 他就说不然我来 我也来帮忙好了 他就帮忙开车 他他开的车啊 是big up 是小卡车 然后龙匹就跟他一起坐前面 这个车很特别大家 点心很热嘛 我们当然有一点点 期待冷气对吗 到坐在前面的时候 冷气坏掉 冷气坏掉 然后呢 但是在后面 那位阿嬷 他用 没有冷气 暴纸啊 他用 暴纸啊 来盖他的头 然后呢 他就一直微笑啊 哦 那个脸都红红的 然后当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就来跟龙匹讲龙匹龙匹 下车下车 所以 全身都会湿湿的 而且 不能生他们的气啊 因为 是我们习俗嘛 要泼水 所以那个时候 龙匹在树林府 龙匹也不想出门 不过 这位阿嬷 就跟龙匹讲说 龙匹 今天呢 要去一所寺院 去帮忙 去讲这个 我们这个活动 因为那所寺院 有很多人 集聚在一起 因为是泼水节活动嘛 很多人去修光德 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 去讲一下 我们的活动好吗 龙匹就说 嗯 好吧 本来不想去 既然我们心里有目标 那去就是吧 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 明天再继续听 今晚我们祝福大家 祝大家 圣仙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